好 新闻头条 我们先来看到美国在台协会AIT的前理事主席普瑞哲 16号发表了文章强调美台应该要竭力的避免 让中国领导人认为战争是唯一的选项 而关键就在于民进党政府必须要表明是无意追求法理独立 不能仗势着美国挺台而采取冒进的政策 否则如果解放军以遭受挑衅为由进犯 那美方是不太可能出兵协防台湾 好 国土计划法是预计在明年的4月30号要实施 除了中央跟地方互杠之外 中央的意见也出现了分歧 行政院在月初的一场会议一句做过民调吗 就已经闻到了烟宵味 20名的民进党立委今天将要举行记者会 要求在无法达成全国一致之前 应该要调整国土法的实施时程 等到充分沟通之后再上路 美国由一家联邦法院在当地时间16号 是开始审理了TikTok以及母公司字节跳动 今年5月对美国政府提出了一项诉讼案 诉讼就寻求禁止要求TikTok在美国的业务 要么在明年1月19号之前切断与母公司之间的关系 要么在美国被禁的法律生效 那TikTok与美国司法部的委任律师 在法庭上演了唇枪舌战 针对美国加强高科技出口管制 有一名美国晶片专家就认为 这只会迫使中国晶片公司全面的进步 财经的焦点 全球持续关注到美国联准会的利率决策 投资人对本次会后降息两码的期待升温 但是政界似乎对联准会行动步调略有不满 有三名民主党籍的参议员 16号就联名致函给主席鲍尔 建议联准会要迅速又积极的降息三码 避免美国经济陷入衰退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我选KA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灶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力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